中共官方媒体高调报道 在广东跃剧名领红线女的追悼会上 现任高层以及现任高层质赠花圈的消息 这个报道中中共前党会江泽民 以及江系背景的前中共常委的名字是彻底消失 而近来中共又通过海外放风说 将会对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进行惩办 评论分析江泽民的消失与周永康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12月17号中共喉舍发表题为 习近平胡锦涛等人为一代名领红线女送花圈的报道 说红线女的遗体告别仪式上 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共高层为红线女送花圈致意 报道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等七常委 以及前中共党魁胡锦涛等送来了花圈 而名单中未见任何一个江系背景的前常委 以及江泽民的名字 今年10月16号 中共顾问委员会委员郑天翔的追悼会 江泽民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在哀悼名单中 11月19号 时事班禅的前秘书 西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徐红森的遗体告别仪式上 江泽民的名字同样没有出现在哀悼名单中 自今年4月 江泽民在媒体上已消失了近8个月 时政评论员蓝述指出 江泽民的不露面和名字在中共高层排名中消失 与周永康被调查 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江泽和第五代之间的角力 现在非常尖锐的时期 双方都在围绕着周永康 因为周永康要调查 江泽肯定不愿意 周永康他在调查的时候 一定会牵扯到江泽各个方面的 一些更重要非常重要的人物 最近江泽的一些重要人物 曾庆红 罗干 贾庆林 李长春等人 成了中共官方媒体有意无意挑出来曝光的对象 12月初 中共当局通过媒体放风说 习近平等七常委已经批准了对周永康的腐败调查 在此之前 周永康的亲信 李春成 吴永文 郭永祥 蒋洁敏 李华林等已被调查 周永康家族的前代子何大管家 四川商人吴冰 也在八月初被抓 我们知道呢 周永康是江泽民的人 是江泽民的亲戚啦 是江泽民的亲信 是江泽民的打手 周永康和波熙来啊 阴谋 发动政见啊 取代习近平啊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 幕后的老板呢 应该就是江泽民 11月26号上午 江泽民的扬州管家 前南京市长姬建业 被罢免了中共人大代表职务 并将面临司法审判 江泽民的大儿子江绵恒 则被外界指涉嫌多起震惊中外的贪腐要案 美国大纪元新闻网11月引述消息说 江绵恒已被中纪委锁定 涉江泽民家族的巨额贪腐案件 正在内部调查 今年10月 周永康的政治盟友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已被中共判处无期徒刑 旅美元大陆历史学教授刘英泉说 江绵人物一个个被抓 这无疑是狠狠地打了江泽民的脸 他原来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 特别是镇压法轮功啊 镇压异议人士啊 镇压这些信仰团体啊 可以说是罪恶掏钱 他的这一些亲信的被抓 必然的要牵连在江泽民 因为他们的好多事情啊 他们是一块干的 比如说这个镇压法轮功啊 或者起关啊 江泽民周永康 罗干曾庆红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 已在世界多个国家被告上法庭 罪名包括反人类罪 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等 周永康被调查后外界分析江泽民集团也必将受到国际法庭的审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